- 美元跟隨通脹跳水,日圓成為最佳搭檔 大家好,歡迎收看ACY證券進入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在昨晚美國通脹發布之後 整個市場又回到了美元貶值的趨勢當中 終結了非農帶來的反向波動 即便昨晚美聯儲兩位官員相繼發表了鷹派的觀點 也沒能改變資產市場普遍的看漲情緒 在美元跳水的大環境下 不管是大宗商品還是全球股市均進入到牛市當中 而這種趨勢很有可能延續至9月中旬 目前市場對於美聯儲9月份決議的加息壓注 在50和75基點之間搖擺不定 外匯股市和大宗商品的牛市行情各不相同 如何挑選資產類別非常關鍵 從中短線來看 並非所有的金融商品都有著很大的升值空間 就以安娜指來說 看似短線漲勢兇們 但由於近期財報的利空 指數受到了一定的空頭賣壓 與此同時 GameStop等散戶熱門股股價本週再度暴漲 說明市場當中的貪婪情緒死灰复燃 並非是長線投資的看漲信號 因此雖然美國三大股指的確有短線做得的機會 但是現在就說長線的牛市還為時尚早 要說美元貶值下外匯的交易 關鍵就要看日元 在主流貨幣中日元最近的升值幅度遠超過其他貨幣 有朋友可能會比較奇怪 即便美元鑒定所有其他貨幣升值 那麼最強的應該也是歐元 再怎麼樣也輪不到日元 畢竟歐洲央行已經首次加息 而日本央行卻始終維持著強勢寬鬆的態度 其實並非是因為日元太強 而是歐元太弱 在難以想像的天然氣和電費價格的威脅下 市場看不到歐洲經濟未來的希望 因此即便央行大舉加息 也沒人看好歐元長線的發展 相比之下 日本央行的堅定寬鬆態度 已經完全反映在過去六個月的市場當中 日元對美元在此期間貶值了超過20% 最近又正好碰上日本內閣改組以及安倍刺殺事件 為市場平添了一分變數 並給予日元多頭入場的藉口 可以這麼理解 目前市場對於日本央行年內的加息預期是0% 而這一部分已經納入市價當中 即便日本央行繼續表達鴿派態度 概率已經不會再低了 反而一旦市場出現變數 加息概率從0%漲到1% 日元便會隨之升值 整體來看 做多日元屬於右偏分布的交易機會 從美日思想數目來看 美國的通脹與非農數據對於美日匯率影響極大 不過相比澳美、紐美 美日的趨勢並不穩定 更多的是受到消息面的影響 200均線出現拐點水平震盪 方向未定 短線更有可能出現震盪的行情 考慮到美元見頂基本面震盪看跌 交易策略應該採用逢高做空為主 今晚即將公布美國的PPI數據 很有可能會低於預期 或提供每日匯率新的看跌動能 限價上方的關鍵阻力 在前高點供給區134.5到135.5區間附近 再上方則要看135.8和137.5的頭部頸線位置 可以配合左側交易的盈盔筆設置 下方的支撐則要看133和131的震盪區域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IEA和OPEC都將於今日公布原優的月度報告 美國方面有當週出請失業經營人數 7月份PPI月率 以及EIA天然氣庫存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